这是什么玩意 这是扩音器 用这个喊话 离许外都能听到 这么神奇 老爷 老爷 搭公子他 钢子他怎么了 搭公子在皇宫门前卖家具 一早上就赚了九千多万 有了这笔钱 主公再也不用为粮草的事担忧了 走去看看 请大家静一静 首先我谢谢大家对曹府家具的喜爱 不过曹府人手不够 多余的家具暂时真的打造不出来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上几个月 那我们先看看宗星吧 就是祥知道 怎么样的家具竟值那么多钱 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露宿散去 移住乡内未散去的 全部抓回县衙问罪 现在来人是库里人 众人顿顿鸟兽 在下酒楼明天开夜 大伙别旱了 光顾啊 晚短半天脸才九千多万 大公子之手段 纵然逃诸公在世 恐怕也赶不上了 许都令这么快就赶到了 不会是想趁火打劫吧 赚钱是下官不管 但是这税还是要交的 收税的事好像不归你管吧 我只是好心提醒 大公子身份显赫 若偷税漏税恐惹人非议 许都令放心 曹某醒的既然到了府上 不如进去坐坐再走 多谢公子好意 县衙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在下这就告辞了 不是台俊的东西 这种人你跟他计较什么 我们进去吧 这是什么玩意 这是扩音器 用这个喊话 离许外都能听到 这么神奇 刚自原来木匠活这么赚钱了 红书这次算是开了言了 说说吧 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理 狗祸大人已经要走了一半了 你不会还要出手吧 你红书是那样的人吗 我就是来看看 你这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咱们老曹家和夏侯家 没一个对赚钱有心得的 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你这么一个拐胎 不管从哪方面考虑 我都得支持你 不是 还真有 红书能不能帮我找一个 宽敞又僻静的大院子 这次空腹变成木匠作坊 实在有些不妥当 没问题 天黑之前保证帮你找到 对了 你现在有钱了 之前说的那个医学院也该建了吧 大公子画图神医求见 真是才博动人心啊 连一项不食人间烟火的华神医都坐不住了 快快有请 大公子这是要做什么 满大人也知道 府上不是刚接了一大批订单吗 金千套家具一套也没做出来 大公子心里急啊 这不就想着招募一些人省吗 当真每天一斤粮 不止如此 还管三顿饭呢 这一斤粮足够养 我一家五口了 公子高义啊 不过你们接的是木匠 我要铁匠和瓦匠做什么 大公子答应华神医要建一座医学院 现在有钱了 当然要兑现诺言了 听完留言对医学院的解释后 满愁心动 这要是建成了那可是妥妥的政绩呀 我定要牢牢把握这个机会 所有人都出来 牙医上街宣传告示 文书出来帮忙记录 小人带大公子谢过满都令了 无需多礼 你再跟我说说医学院的细节 自董仲书霸楚百家独尊如术以来 诸子百家纷纷断了传承 就算没断的 也是东躲西藏朝不保夕 唯独这医学不同 人活一世 谁还没得三病六灾的 清楚这点的蛮宠 更是对医学院充满了期待 告示上说的是真的吗 当真管犯 还发凉 我是许读令蛮宠 上面说的句句属实 你是木匠铁匠还是你瓦匠 呃 散木匠吧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什么叫算 眼下人手不足算你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军 扶风人 马军 你可识字 小时候看人家读书 偷学了一些 哎呦 读书人跟其他人可不是一个家 你这薪水背着 听到刘远招完人回来的消息 刚子匆匆跑来的客厅 这位是 小人见过大公子 这是小人招的一名木匠 名叫马军 因为实些文字 小人就自作主张将他带回来了 你叫马军 这可是三国第一科学家啊 还原指南车 改进织布机和诸葛连木 还发明了龙骨水车 这一场简单的招聘会 竟给自己召来这么一位大咖 厉害了 我的流 看到马军的道理 刚子刺客心中 也起了在这三国乱世 招揽那些未出世英才的心思 在许多最繁华的地段 刚子准备了饭的 曹世盖饭酒楼正式开业 感谢大家光临小店 快快里面请 明镜需要 保持工作室 执行 以上 这个节目 本创事 感谢观看